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一本推背图,算尽古今事。 要说我国古代算命第一人,那么非元天罡,此人不可。 毕竟他与李淳风二人仅仅靠算术之法,便算尽古今之事,要不是李淳风提醒元天罡,恐怕元天罡可以一直算下去。 这也给元天罡覆盖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至于他的传说故事层出不穷,比如,《西游记》中,就曾描写元天罡当着龙王的面推测语术,还有推算未征斩龙王的故事。 元天罡年轻时,便传说给三个人看向,预言三人日后必然做官,结果也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然而,在他们三人走后,元天罡又直探可惜,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与苦寒中发迹。 元天罡本是一周成都人,自小便对像术有着不同于人的天赋。 但他家境贫困,时常吃不饱穿不暖。 更别说专门找老师学习像术了。 没有办法,元天罡只能自学,这也让其对像术有着更深的领悟。 隋朝末年,元天罡被当地郡县的官员所举,以资官令的身份入朝。 虽说俸禄不高,但也足以让他自给自足,可好景不长。 隋阳帝的暴行,让各地怨声载道,农民起义,贵族起势等诸多因素,导致隋朝灭亡。 隋大业中,为资官令。 元天罡回到了家乡,继续做他算命先生的营盛。 直到唐武德初年,蜀道使詹俊,任命元天罡为伙并令。 这才让元天罡,离开了算命的营盛,在当地做了一个小官。 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蝶售活警令。 元天罡也乐得清闲,虽说政绩平平,但好在没犯什么错误。 正所谓,人怕出明珠怕壮。 元天罡替人看向的本事,被李世民所知,唐太宗快马加鞭,要元天罡进京。 虽说现如今很多人都不相信相书一说,但在封建迷信占据高位的古代,相识十分令人推崇。 刚进京的元天罡,便被李世民所欣赏,曾当着众大臣的面对元天罡说,古代有颜君平,我今日有你。 要知道,颜君平在《蜀中广记》和《高士传》中都有所提及,可谓是博古通经,无所不能的一个人,元天罡也没有让李世民失望,担任太使令期间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进京后的元天罡,曾被中书摄人陈文本拉着给他看向,他看了看陈文本的面部,面色有些叹息对他说。 摄人文才震惊海内,但如果做到三品官职,便多有减受之相。 事实也真的应验了元天罡的话。 公元六百四十四年,陈文本刚刚升任中书令,官居三品,第二年便暴毙而亡。 可见元天罡看向之准,明初学者戴良,更是称元天罡为善向者之首。 三人面相 关于元天罡,还有一个小最有名的故事,那就是他早年为杜燕,王规,为挺三人看向。 当时,正值大业元年元天罡,刚刚来到洛阳接受官职,这时的元天罡,在算术相面一事上,便小有成就,这也让洛阳无数人排队等着元天罡相面。 这其中便有杜燕,王规,为挺三人,三人自小便是同窗好友,又同在朝廷为官,相当亲厚,他们一起找元天罡算命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想看看,三人是否能够一直做好友。 初 天罡以大业元年之洛阳 时杜燕 王规 为挺旧之相 元天罡刚刚进京 看着眼前是三位官员,自然不会懈怠。 他左摸摸,又看看。 随后便低头掐指,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照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棍。 很快,元天罡得出了结论。 他对杜燕说道。 宫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必得清纠察之官,以文早见之。 这一番话,让杜燕十分受用,心满意足地,起身等待其余两位好友。 元天罡又算了一算,对着王规说道。 宫三亭成就,天地相灵,从今十年以外,必得五品要职。 后对围挺说。 宫面四大寿之面,交有吉成,必得室友斜接,出为五职。 总的来说,元天罡告诉三人,日后依旧会同朝为官,可作一生挚友。 这让三人喜于言表,当即对元天罡表示感谢,但同样的他们,对此,依旧表示怀疑。 打算日后看看,是否能够应验。 正当三人告辞时,眼尖的围挺,却看见元天罡对着三人摇头叹息,心里顿感不妙。 于是领着杜燕,王规去而复返,询问元天罡,是否又算出了什么。 元天罡只得叹息着说道,您三人虽日后必然官居要职,但在二十年后怕会被一同罢免。 三人一听,正想问元天罡有何破解之法时,只看元天罡淡淡地说了一句,缘分自有天定,你们三个便回去吧。 二十年外,忠孔三贤同辈则处,赞去及还。 最终一一应验。 眼看着元天罡,没有给出破解之法,三人也只好作罢一同离开了。 人就是这样,在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自然是深信不疑。 但对于自己不利的一面,三人一点也不相信,甚至觉得元天罡是一个江湖骗子。 可很快,元天罡的话便被应验了,刚刚回到朝中的杜燕,便被升任为世遇史。 唐朝建立之初,更是官居文学管管学士。 王规则被李渊任命为太子忠裕,成为太子的心腹。 而为挺英与太子李建成交好,被李建成引荐为东宫律。 看着元天罡的预言一一应验,三人对自己的未来,也感到愈发的忐忑。 为了不殃及自己,他们甚至闭门不出,除了每日的上朝外,基本都在家中。 三人曾寻找元天罡,以求破解之法。 但每次,派人去请元天罡时,他都闭门不见,摆明了,要他们遭此一劫。 果不其然,太子李建成的属下,谋反牵连了他,这让李渊大怒不已。 但李建成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虎毒还不四子呢。 最后只能把李建成身边相关的人处理了,三人也因与李建成交好,而被发配到了眷州。 后来 在发配图期间,三人又见到了元天罡。 元天罡则看着他们自信地说,三位不必惊慌。 如今你们的古相,早已不同于往日,日后定然更加富贵。 宫等古法,大圣往时,终当居寿荣贵。 听了元天罡的话后,他们也把心放在了肚子里。 果不其然,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帝之位。 他广举贤明,招揽人才,三人因赵入宫。 这九年,被赵入京。 最终,三人都官居三品之位。 虽说围挺后来被贬向周刺史,但三人确实一辈子都在一招为官,也成为了一生之友。 可以说,元天罡算尽了三人的半生。 其实,无论是相面还是算命,都只是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元天罡此人,虽说相面十分准确,但还是要观察人的品性,是否可以达到那一高度。 万万不可迷信,算命之类的谣言。 人命虽然自有天数,但也有与天斗其乐无穷的主张。 只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哪怕人生坎坷也能一往无前。 对此,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